兩位委員好 院長好 主委好 好久不見了 我想請問這一次第二波的武漢包機 在一個月之後總算是成行了 那麼我們首先對於這個成果必須要表達肯定 但是對於整個協商的過程 外界看起來非常的奇怪 我想請問這第二波的武漢包機的這個協商過程 到底誰在談 在哪裡談 是怎麼談的 誰先讓步 有沒有協議 這個地方我想請院長請主委跟國人做一個清楚的說明 我想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整個在協商後續還有第三波等等 所以在整個協商的過程當中 我們沒有辦法對外說明 等整個完整之後 這個我們會接受你們貴宴的監督 各位 這個答覆 實在很難令人滿意 在這個殿堂之上 在過去幾年的時間裡面 社會上有多少人在要求 兩岸之間進行的協商 進行的談判 必須要透明 不能夠黑箱 國會要監督 這個都不是我今天站在這邊第一次說出這些話來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主委居然在這個事情上面 表示說沒有辦法在國會殿堂上面透露跟公開 院長 上一個月對不起 我想全世界都一樣 協商過程 本身就有它的一個整個完整性跟保密的必要性 那麼我們願意接受國會之安督 整個協商完成之後 是不是在 那我換一個角度來問 院長 上個月的時候您曾經提出四個堅持對不對 在二月初的時候 談到下一次如果有包機的話 你有提出四個堅持對不對 好 我對於第一次發生的種種狀況 覺得我們一定要堅持相關的這個原則 那第二次也有讓我們 發行過去接人 也大體上都有照我所提的 您還記得哪四個堅持嗎 當然都有講弱勢優先 我們要防疫優先 我也特別要良力而為 同時我也希望相關的 我們這一些做法都必須要有對等 大家來談 我對這一方面是相當堅持的 最後一點您剛才粉飾太平 您當時講的是政府對政府協商 您還記得吧 我們事實上兩邊 雖然中間都有相關的單位 其實都是政府 所以院長我現在就是要請你 細節不用多談像剛才主委講的 但是我就問你這一點 第二次的包機 您原來所堅持的政府對政府的協商 有沒有做到 我們在兩邊對應以今天的這個情況 我們很多事情 如果沒有政府 兩邊的政府同意 不可能 揮機揮來揮去 不可能人接的回來 但雖然接觸的都有所謂兩會 兩岸之間的種種 我們只希望事情能夠成 尤其這一次 要接回自己的同胞 是我們台灣 政府一再最堅持的點 所以我們反而沒有那麼多的政治 所以不是政府協商 這一次不是政府跟政府協商 這一次不是政府跟政府協商 這很清楚 但是都是政府在後面定奪 清楚得很 好 跟委員補充報告 過去兩岸簽署很多的這個協議 後續有很多所謂的小兩會 那麼有關民航 包括過去所謂加班機等等 基本上是由民航之間的小兩會 來 代表政府加以一些 付委託 這不需要付委託 所謂付委託跟委員報告 是我們委託海基會 海基會再委託 某一個公協會 這個才叫付委託 在歷史上 雖然法規上有定付委託 但是跟委員報告 從兩千年定項相關的法規以來 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次付委託的經驗 好 這個我當時也在立法院 我心裡有數 這邊我要問 這一次 東方航空跟華航 兩共同飛 這是其實 國內很多人一開始 都有一種建議跟想法 這是台灣的讓步 還是大陸的讓步 還是兩岸在這過程當中 同時各讓一步 我不建議委員 很難描寫 很多事情 反正 我們希望把同胞 同胞盡量的接回來 也有接回來 中間也真的是一波三折 但我們 為了接回同胞 雖有委屈 但我們總希望 接回同胞 是我們最大的信念 但是雖然 中間有很多的辛苦 這個過程 現在因為還有很多同胞 我們很希望都接回來 所以我們也不願意 在這上面多索琢磨或計較 不過 心意是一樣的 我們總希望 對岸 能夠把這個 兩邊 少一點政治 多一點 這個防疫 才是正辦 院長 我想 剛才你展現出這個 希望國人回來的心 其實也是這一個多月以來 很多人很難感受到 很多人感到寒心 所以我這邊要說 不管這一次的模式 是橫濱模式 還是 已經拖了一個多月 在整個過程當中 但院長 我現在不要再刁難你 一個多月就是因為對岸 老是堅持這個 堅持那個 所以才會這樣 但 我們雖經波折 卻仍接回來 所以這是政府 歷經辛苦 院長 還有很多人在那邊 我下一個問題就是要問 第二波包機模式 不管它是橫濱模式 還是它是香港模式 還是準橫濱模式 不管 事實上第二波包機模式 已經製成一格 已經製成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第三波包機 可不可以用 我從也沒有講過 什麼橫濱模式 什麼模式 我是一個人 不願意受框架的人 我一直認為 目標是什麼 怎麼達到 才是重要 我的目標就是 結尾我的國人同胞 我的目標就是 希望結尾的國人同胞 都是有一定的防疫要求 因為我也必須顧得到 在台灣的兩千三百萬同胞 所以我也是覺得 不必有那麼多的政治語言 或者政治動作 我很不喜歡那些 框框架架 符號 原語 我想的就是 怎麼接回來 所以如果不是對岸的主腦 老早我們是接回來 院長現在第二波成功了 這個模式可不可以再用一次 我就這麼問簡單的問題 問主委問院長 第二波裡面也受盡辛苦了 可不可以再一次 你看那個過程 我們要接回來 本來滑航去接好好的嘛 對不對 結果 你看看 還是東方航空 同時我們的檢疫人員 是受盡多少辛苦 所以 我不覺得 說 這是叫做什麼模式 我只有一個 一個 就是為什麼不能我們的飛機 去接我們的同胞 做這麼簡單 院長 我們現在不是在跟我做協商 你們剛剛說這個協商的過程 你們都還在進行 等到適當的時候 就要對國會公開 我等著你們公開 但是我這邊的希望很簡單 台灣人想回來 我們政府全力幫忙他們回來 陸委會第二波的包機 雖然很辛苦 華航 我們的檢疫人員 都很辛苦 但是至少人回來了 就像您剛才院長說的 第三波 他們還是希望能夠盡快的能夠回來 主委能不能夠全力在這上面 來全力以赴 跟委員報告 剛剛院長也指示的很清楚 我們最大的目標 我們是要把國人接回來 那麼 要 但是也要量力而為 我們國內整個防疫的措施 防疫的能量 是不是 所以 總體目標 我們當然願意 他是我們國人願意把它接回來 可是 國內本身在防疫的工作 不能有破口 這些都要做好準備 我們才有可能有下一步 這樣子 好 院長我想請教一下 你說的 在沒有框架下 你要達成這樣子的目標 我們不要設框架 那你說最快在什麼時候 你目標要接回我們的國人 因為這不是我 台灣一個國家自己做決定就可以 涉及到對岸 中國的態度牽涉到成與不成 所以這個困難是在這裡 你說你會極力的去協商 你不會有任何的框架 你會協調跨部會 不錯 來盡速達成 對的 讓我們的國人可以反台 當然 那院長我想喔 除了在武漢的台灣人之外 這兩天我們看到 全球疫情擴散 很多國家都在關閉他們的border 我們看到我們有旅行團 在摩洛哥 有旅行團 在秘魯 甚至還有其他的地方 都有突然受到管制的台灣人 那他們現在很多都想要趕快回來 院長你可不可以交代我們的外交部的駐外管處 來全力的協助呢 當然 已經早已交代 我們的外交部在外管都盡力的協助 不過 很多國家他是整個封閉起來 他也不是對台灣人對什麼 他是整個國門就封閉 這個院長 現在這個部長已經上台了 其實上個禮拜我們在外委會的時候 曾經就當時義大利的狀況 我有提醒外交部要超前部署 當時我們說西班牙德國法國疫情都在擴大 那現在我們看到不只是這幾個歐洲的國家 其他國家都起來 我們外管在同仁在國外非常辛苦 我們的口罩也要提供給他們 他們在這種情況下 顧自己的防疫還要幫助我們的國人 真的非常困難 我們都可以了解跟同情 但是這個時間點 我們還是得要全力的幫助我們的國人能夠回來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我並沒有要這個多談的 只是希望院長 能夠在這個節骨眼上 特別的要求外交部 全力的協助 不管是調動班機 甚至必要的時候 能夠包機撤僑 這些都要 SOP要做好 這些考慮 然後來幫台灣人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的外館已經全體總共遠了 而且隨時都在待命 那現在涉及到摩洛哥或者是秘魯的部分 因為他們國民已經關了 機場已經關了 全部關閉起來的時候 我們的外館就協助他們在那邊 就安置他們 讓他們在旅館裡面不用擔心 那等到機場重新開放 我們就安排他們離境 即使現在有包機 機場封閉的狀況之下也沒有辦法去 這個地方其實需要政府更大的一個協助 我要請院長 這個在海外的台灣人 都是一個心 愛台灣 希望回來 希望全力的幫助他 好 我想下一個 我要請這個衛福部陳部長